各位觀眾聽眾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3日星期一 最近兩天 在外國和中國各有兩篇重磅文章 探討習近平的去留問題 首先 4月30日 加拿大最大的報紙叫《環球郵報》發表了一篇文章 說中國的政權更替勢在必行 這個作者叫馬爾塞德 馬爾塞德是以前兩次駐中國 英國駐中國的外交官 對中國很了解 他曾經寫過一個暢銷書 叫做《活過來毛澤東之後的中國》 這個時候他是打破常規 發言 這篇報道說 一般西方在探討中國的時候都涉及了一些具體的領域 比如說人權 經濟 貿易 或者是軍事等等 很少觸及中共的政權內部 或者是領導人 但是這篇文章 這個作者卻打破了常規 直接觸及中共政權 加爾塞德的文章說 原先外界都以為中國通過經濟自由化 還有對所有權的重新定義 會逐漸通向政治改革 走向一個文明的國家 但是他說現在在習近平統治下這一切中斷了 而且是說共產黨怕失去壟斷的地位 又開始不僅在政治領域 在經濟領域也加強控制 他說有些人 哪怕民間的富人 積累了非常巨大的財富 像電子商務 或者是金融公司 他最後都可以馬上化為烏有 或者說他募集了最大的上市資金 要上市 可以被領導人叫停 或者說他的整個商業集團可以瞬間被剝奪權力 就是收歸國有 再說的就是習近平時代 應該暗示的就是針對像馬雲 馬化騰 或者是吳小暉這些事件 然後這個作者加爾塞德就把矛頭直指習近平 說習近平的政策其實在中國國內受到了精英階層的越來越多的反對 實際上就是精英階層的廣泛反對 他說的精英階層就是黨內掌權的人 黨內的中高層屬於精英階層 另外在社會上 那就是商界普遍的反對習近平的路線 還有就是知識界都反對習近平 所以他說中國的精英階層普遍的反對習近平和習近平的路線 於是他就接下來提到說有兩種方式 中共可能發生政權更地 或者是領導人更換 他一種方式就是政變 他說因為黨內的反習勢力一直在集結 他說這些反習勢力可能經過一些精心的策劃 通過政變的方式不僅要推翻習近平 還有可能實現中國政治的轉型 他因為中國政治已經很清楚了 如果沒有政治改革 經濟改革也不能進行到底 這就像比較開明的領導人 像溫家寶 或者朱鎔基 或者更早的胡耀邦 趙紫陽所說的那樣 所以他說政變是推翻習近平的一種方式 他這種政變的可能性在增加 他認為尤其是在外部又發生了美中關係的變化 他說現在美中處於全面對抗的格局 這種格局也有助於中國國內和黨內反習勢力的運作 說他們可以通過一種精心設計的局面 用政變的方式讓習近平出局 另外這篇文章提到第二個方式 他就還有一個辦法 就是作業於明年的二十大 說明年2022年11月 中共就召開第20次黨代表大會 這是一個換屆的大會 他說到那個時候 習近平按照兩屆任期應該下台 但是顯然習近平練拳想連任 他說黨內的反習勢力一定會聯手阻止習近平連任 因為如果不能阻止的話 習近平不僅能夠連任 而且有可能成為終身領導人 他將來讓習近平去職 或者是把習近平推下來 難度就更大了 因此他認為反習勢力可能會瞄準明年的二十大 努力把習近平推下來 這兩種方式是他的總結 然後他就提到外界對中國政治有一種誤解或者是幻想 因為中國政治是一成不變的 他說這種幻想一個是來自於中共黨內的散步 還有就是來自於跟中共政權相關的人 比如商界 或者是跟中國做生意的人所傳出的信息 他這些信息有可能給外界造成一些假象 他說其實中國這個政治很危險 都是外強中改 因為他是通過控制 而不是通過信任來實現的 所以通過控制就像習近平的統治 是通過選擇心反腐 是恐嚇政敵 恐嚇對手 來讓對方服從他 通過害怕來服從 而不是什麽心服口服 不是通過自己的能力 德政 或者是團結人的能力 或者是協調大家一致的步伐來讓大家心服口服 不僅在黨內如此 在國內也是如此 習近平在黨內也好 在國內也好 民間也好 都採取了高壓的態勢 大家都知道如果說民間有人在議論實證 那叫做可能是尋行之事 那如果黨內有人要議論實證 就可能說是妄議中央 這兩條都可以 不僅把民間人士 也可以把黨內人士 就是自於某種關押的境地 甚至是自於死利 所以習近平這種做法就是通過恐嚇 也就是通過控制來掌權 而不是通過信任 不是通過說服別人來掌權 不是通過別人的心服口服 心悅成功的支持他掌權 所以他認為這個使習近平的權力有巨大的威脅 他還提到說外界以為中國政治不變 也是因為他和人們的思考有一種慣性 而這個慣性就認為一切都會保持現狀 他說那麽就回到1991年 他如果在1991年1月份 就是1991年初的時候 有誰會想到那一年會發生蘇聯解體的事情 蘇聯解體是發生在後來的8月 他就說那一年的1月份想不到 事實上的確如此 當年不要說眾多的人想不到 就連當時美國執政的總統是老布什總統 都完全沒想到 當蘇聯發生一些變革的時候 他還在做非常謹慎 保守的估計 甚至希望其他加盟共和國不要脫離蘇聯 這是當時美國總統老布什的一個誤判 這位作者加爾賽德強調說明年20大將是中國的關鍵時間點 就在4月30日 加拿大《環球郵報》發表了這篇重磅文章之後 第二天 5月1日 中國那邊有個親習近平的網站 媒體也發表了一篇文章 似乎是一個回應 緊急的回應 題目叫做《戰無接班安排 中共二十大的政治局格局》 這個文章主要談中國共產黨政治局25人的構成 這篇文章有三次提到習近平的去留問題 三次提到的時候 有一次口氣比較確定 另外兩次 雨帶保留 有一些不確定 提到比較確定的一次是說到目前為止的所有跡象顯示 說在中共的二十大上 習近平將繼續作為最高領導人而存在 這一點幾乎毫無疑問 知不贅述 但是在這個文章開始的時候 他的說法是說 據中共的二十大還有一年多的時間 說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還沒有透露他的接班人計劃 說在4月份的時候有一些時間 習近平沒出現 引起外界的猜測 還是說二十大可能有一些不確定性 其中可能會做出一些特殊的安排 特別是關於25人組成的中央政治局 中間一次提到習近平去留問題的時候 這篇文章這樣表述 他說由於2018年3月份修憲 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制 他說若無意外發生 習近平將繼續留任 這裡與代表說若無意外發生 也就是說如果發生意外的話 那又是另當別論 所以還是留有一定的餘地和空間 但是這篇文章顯然是一個重磅文章 他重點是回復《加拿大環球郵報》這篇文章 據說西方大報中 像加拿大環球郵報這樣的直接談論習近平的去留還比較罕見 所以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 所以中共方面可能有必要回應 而這個網站 這個媒體是親習的網站和媒體 因此他的回應主要是針對加拿大 日期是接載之後 一個是4月30日加拿大的文章 一個是5月1日中共這邊的文章 然後中共的親習媒體的話風一轉 他主要這篇文章就講政治局的構成 大部分用來講政治局 所以中共的政治局是由25人組成 所以有一些規律可循 比如說7人是政治局常委 其中講到超過年齡的栗戰書和韓正有可能出局 而其他5人有可能留任 這跟我以前跟大家介紹的情況一樣 然後說到李克強的位置可能發生變化 因為總理是兩屆任期有憲法的限制 可以調崗 就舉了李鵬轉任人大委員長的事情 我也講過 就是有可能李克強就由李鵬模式轉任人大委員長 當然習近平可能不甘心 李克強掌實權 也可能才從中作更 讓李克強擔任虛偽的副主席或者別的職務 另外這篇文章也提到說 除了這7名政治局常委之外 其他的政治委員的變化就跟地方的黨代會相關 比如說有6名政治局常委是四大直轄市 加廣東省 新疆 自治區這兩個重要的地方省份 這6個地方的政治委員的變化 職務的變化就涉及了有些人可能進入政治局 有些人可能進入政治局常委 比如說從重慶市 前兩天我講到重慶市的市委秘書長發生了變化 那陳敏爾的職位有可能發生變化 陳敏爾可能上吊中央 就有人接替重慶市委書記這個位置 接替的人就有可能成為明年的政治局委員 而陳敏爾就有可能入場成為政治局常委 然後這篇文章又提到說 在25名政治局委員中7上8下的規則依然有效 比如說67歲可以留任 68歲以上就不得提名 就說除了政治局常委7名以外 其他18名 有9名到年齡要退下去 有9名可能留任 那9名有些是習家軍 有的是非習家軍 有的是習家軍的重要人物 比如說中組部長陳希 年齡過屆了 還有副總理劉鶴 年齡也過屆了 還有人大第一副委員長王成 年齡也過屆了 就是一些習家軍人物被迫要退下來 當然也包括一些非習家軍人物要退下來 比如說孫春蘭 副總理孫春蘭 或者是政治局委員楊潔篪等人要退下來 這一退 退9個下來 政治局常委又退2個 那就退11個 不畏大戰 就寫到各方可能會卡位 然後就說這裡面可能存在很大的變數 另外也提到副總理胡春華團派人物 政治局委員 說他是最年輕的政治局委員 最年輕的副總理 按道理他是應該入常 但是如果不入常的話就平掉 就認為如果平掉的話 就可能試圖就沒戲了 如果進入政治局常委 那就可能再升一級 等等 這篇文章主體在分析中共政治局20大的構成 但是對習近平三次說到幾乎就是留任了 而標題叫做暫無接班安排 所以就呼之欲出的是表面上回應外國的媒體 事實上也在回應黨內的政敵 因為現在顯然黨內瀰漫著一種非常神秘的詭譎的氣氛 都希望習近平下來 而習近平現在表面上還威風八裂 但是他跟中共高層的關係非常緊張 前兩天我已經講到在政治局常委會這個層面 加上國家副主席總共8個高層的話 他只是栗戰書還跟隨他 就是親信心腹習家軍 人大委員長栗戰書跟他橫體 其他的政治局常委加國家副主席或多或少都發生了變化 都處在了很微妙的階段 跟習近平要么是拉開了距離 像韓正和王滬寧這兩個封派人物 要么就處在對立面 像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中紀委書記趙樂際 還有團派的總理李克強 團派人物 政協主席汪洋 都處在習近平的對立面 所以習近平在高層他的地位並不利 再加上政治老人中 多數人對他不滿 尤其是開明派的政治老人 而前不久才發生了 溫家寶突然發生了事情 溫家寶借《悼親為名》發表的文章在《澳門島報》發表 就暗中奉勸 一個人上去就要常識歸計 就要經常考慮隨時走人 到期走人 當官是偶然的事 你不可能永遠待在那裏 就似乎代表政治老人發出了一個呼聲 希望 希望習近平所知進退 能夠及時退下來 遵守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領導人任期制 當然 親習的網站和文章顯然是不甘心 就代表習近平和習家軍發出了這個聲音 似乎在告誡黨內的政敵 習近平無心退下去 希望他們能夠接受習近平繼續留任的選項 當然 習近平是否留任 除了他的主觀願望之外 除了習家軍的拱衛 抬轎之外 反習勢力不會善甘罷休 就像加拿大這篇重磅文章所說的 黨內的反習勢力不會放過這次集會 就是中共二十大這次集會 因為中國有一句古話叫一日中敵 萬事難追 如果你這次放過了習近平 他就可能真的待在那裏不下來了 如果這一回能夠阻止習近平連任 那麼這個黨 中共就有可能進入一個新的政治階段 這些天 印度的疫情反彈 疫情深重 引起了世界注目 印度在過去9天 10天的時間 每天增加30多萬起新的病例 到了前兩天增加了40萬起 整個國家 人口跟中國差不多的13億人口的南亞大國 出於一種極大的災難之中 人道災難 而且印度的死亡人數大到21萬 有那些感染的病例之外 有800萬是2月份疫情反彈來新增的 還說出現了這種雙倍的變種的病毒 印度處於這個情況之外 各國都辭遠 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 都紛紛伸出援手 美國的政界 軍界 企業界都在援手 企業界有40多個大型企業 聯手組成了 就是營救印度的這些機構 向印度去發送物資 醫療設備 包括檢測器 包括疫苗等等 美國的軍方也在跟印度的軍方 國防部合作 通過軍方運送一些呼吸機 致氧機 緊急的調往印度 還有美國的政界 跟印度也保持密切的聯繫 其他國家都紛紛的跟進 但這個時候中國的態度非常的耐人尋味 表面上中國的領導人 什麼國家主席習近平 外交部長王毅 都表明對印度的同情 甚至是打電話 表示慰問 但實際行動卻剛好相反 一個是像四川航空公司 是非印度有6條航線 有很多的貨運 這個時候突然停止 因為過去40多年 美國和歐洲把很多生產線擺在了中國 一些緊俏的醫藥品 甚至口罩 甚至是防疫抗疫的物質都擺在中國 所以很多衛生災難發生的時候 從中國那邊得到醫藥用品 或者防疫抗疫的物質非常重要 但是中共方面卻突然取消航班 引起印度的不滿 中共號稱給印度運送了一些滯氧機 呼吸機等等 又說印度沒有感謝 印度舉國首先感謝的是美國 而沒有感謝中共 但是中共又挑撥印度跟美國的關係 環球時報是連篇累積的發文章 說美國應該受到全世界的譴責 又說是美國不同意疫苗材料轉往印度 把一些早期的新聞跟現在的新聞混為一談 但是印度對中共的做法是說在這個時候挑撥印度和美國的關係 去辱罵美國 辱罵第三國 是非常無恥的行徑 沒有一個印度人接受中共的挑撥 或者是反美宣傳 與此同時 中共對印度的疫情深重 幸災落後已經發展了不假掩飾的地步 最近兩天中共的政法委有一個所謂的長安網站 還有天津有個檢測案的網站 居然發表了極度反印度 幸災落後的兩個新聞和圖片 一個圖片是說中國點火對印度點火 說中國點火在發射火箭 左邊一張圖 而印度點火說是火葬場在焚燒屍體 是一張圖 這要是直接諷刺印度 表示中國好像在發火箭發展 而印度在忙於救瘟疫 在燒屍體 這是5月1日前 中共的長安網站居然還發了另外一個圖和一段文字 說印度把本來用火葬狗的場地 現在拿來火葬人 然後就用人後狗這種比喻來挖苦印度人落井下石 幸災落後到極點 但是中共沒想到 這次中共的幸災落後以官方網站 正發為網站的幸災落後 連小粉紅 自乾五毛黨都保駕不住了 受到了很多中國民一致的譴責 說這是如此的下作 沒有人性 說別的國家在遭受災難 你是如此的幸災落後 甚至用火葬火化 點火來比喻 說是還有人性嗎 這是反人性 反人類 認為是下作丟人 在國際上非常丟人 甚至還有一些網民解釋印度的風俗 說印度是有用柴火焚燒屍體的過去的習俗 說用人家用柴火焚燒屍體來嘲笑的話 不僅對別人的文化習俗不了解 而且根本就是對中國人民的誤導 所以這種對中共批評的聲音 以至於連小粉紅 五毛黨 自乾五幫黨媽媽護航都來不及 最後中共就灰溜溜的把這兩個貼文刪除了 就刪除了長野網所刊登的所謂點火對比 也刪除了所謂燒狗在火葬場在燒人的貼文和圖片 顯示就連中國網民都不能接受中共的做法 中共的做法本身就有疑問 且不說這場大瘟疫本身來源於中國 來源於武漢 而最大的可能性來源於武漢十年時的洩漏 印度是重災國之一 應該說中共欠印度的 中共應該對印度不僅是要道歉 認錯 有罪 而且應該是賠償 印度曾經提出 去年有法律專家和一些人權委員會提出向中共縮賠 按照當時印度所遭受的生命和財產損失 說可以縮賠達到2000億美元 且不說中共對包括印度在內的200多個國家和地區都欠債 欠有道德債和經濟債 而針對印度其實非常可疑 印度緊鄰中國 印度這次突然浮情 說疫情倒轉 而且是病毒變種 而且是禍害了全國 造成了巨大的災難 這個事情給人看上去非常的詭譎 因為這是我聯想到去年9月10日 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似乎有所暗示 那個時候當時中印邊界兩方軍隊都在對峙 快進入冬天 當時胡錫進在推文上發表了一個推文 用英文寫的 他的意思是說他奉勸印度方面從班加湖南岸撤軍 他如果不撤軍的話 冬天快來了 他說印度士兵 他說了三個印度士兵可能是死亡的例子 死亡的難由 他一個可能死於嚴海 第二個可能死於新冠肺炎 第三個如果打仗的話 說印度的軍隊會很快被打敗 但是他說這三個原因 當時我就懷疑中共是否要投毒 因為現在看來這三個原因中 第三個原因 軍事手段 中共是敗了 印度是贏了 每一次衝突 中共都付出了雙倍的賬亡代價 以至於最後全部撤走軍隊 撤走重裝備 也撤銷了所有的攻勢 退回到去年5月份的原有的雙方死空線 這是印度的強力要求 絲毫不讓步 軍事上中共敗了 說的第一個原因 說印度士兵死於嚴海 也落空了 因為不僅是印度繼續修了帶有暖氣的銀紡 而且美國馳援印度 給了印度的士兵大量的東莊 幾萬東莊 武裝了中印邊界的印度士兵 再加上印度也撥款 在前線修組各種攻勢 所以說士兵會死於嚴海 也沒有實現 那就只剩下一項 所謂印度的士兵會死於新冠肺炎 當時胡錫進說這個話 我就懷疑中共要投毒 因為你怎麼知道他們會死於新冠肺炎 如果說你在中印邊界投毒的話 如果兩軍都接在那裏頭讀 兩軍可能受到損失 那就可能是中方撤軍之後 印度會發生某種災難 因為中印交界 中共投毒很容易 而且中共現在有很多的無人機 而且是隱形的無人機 而且是小型的 曾經吹噓 說冬天到來 靠中共的無人機向前線空投實物 這一項就可以超過印度 中共是不是會派出無人機 隱形的到印度去空投病毒 這是大可懷疑 所以這是一種超限戰 就是在戰場上搞不過印度之後 用一種陰暗的 非常下三難的超限戰對付印度 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 除了這個以外 另一種情況也在發生 那就是都知道 中共最近跟美國教授 在南海教授敗於美國 尤其是遼寧號遭到了美國 馬斯廷號等三艘導彈驅逐艦的分割包圍 把遼寧號的航空母艦艦隊切成708落 對遼寧號實施了單獨的包圍 搞得非常尷尬 停留在水面上不能夠出戰 這件事情也讓中共是灰頭土臉 但是中共也可能對美國又馬上採取了另一種報復 就是超限戰 因為現在在前兩天 在白宮附近發生了異常現象 說白宮附近的地方遭到聲波武器的攻擊 聲波武器的攻擊會導致人頭暈 心悸 噁心 頭痛 甚至心慮不齊 還有一些呼吸不暢 更重的可能危機生命 這件事情本來發生過兩次了 是在2016年首先在美國駐古巴大使館那裏發生的 古巴大使館的人員突然所受到了聲波武器的攻擊 有一批的外交人員感到身體不適 出現了種種症狀 就被迫撤回美國 當時就懷疑聲波攻擊來自於哪裡 因為古巴沒有那樣的技術 古巴是共產黨國家 就極可能中共第一次試驗聲波攻擊 是在美國駐古巴的大使館試驗 再過了兩年 就在美國駐廣州的總領事館發生了類似的事情 也是這些總領事館的工作人員出現了頭痛 心肌 嘔吐 布什等等現象 所受到的聲波攻擊 使部分的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的工作人員 外交官員撤離了廣州 回到美國 這次在白宮附近出現了聲波攻擊 手段非常類似 美國的報紙非常謹慎的說 懷疑是中國和俄羅斯所為 但是我個人認為俄羅斯的作為可能性很小 中共的作為可能性很大 因為連接到古巴發生的事情和廣州發生的事情 中共做手段的可能性很大 再加上最近中共遭遇了失敗 在南海遭遇了蒙羞受辱 被美軍修理 現場修理 現場收拾 在軍事上搞不過對方的時候 中共一般就會想到超限戰 那種陰暗的 神秘的 不可告人的超限戰 所以中共去年到今年是連敗 先是敗給印度 後來又敗給美國 所以印度這一場大瘟疫的復法來使洶湧 是否跟中共相關 以及美國白宮附近所出現的聲波攻擊 這兩起事件是否都是中共的超限戰 值得調查 我相信有朝一日事情會真相大白 水落石出 今天我就暫時講到這裏 提醒大家歡迎訂閱陳破空會員網站 那裏有我的暢銷書連載 電子版 有很多人說買不到書 會員網站上有像《中南海後悔學》 假如中美開戰 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國人 不受歡迎的中國人 川普對接習近平 關於中國的100個常識等等商銷書 在那裏都可以看到連載 另外也歡迎到希望之城 訂閱陳破空會員頻道 那裏有我對觀眾提問的問答 被稱為每日問答 謝謝大家收看收聽 再見